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导 牧养 宣教来建立神荣耀国度 今节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 就是针言的第24章后面那部分 主题就是自卫人的针言 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去看了 我们仍然在看针言的专题 我们仍然在讲C的部分就是负篇 讲到这个负篇 我已经去到第24章23至34节 在第23节一开始就讲以下 也事 自卫人的针言 这个语句就清楚指出前面的自卫三十质已经结束了 而跟着下来 第24章23至34节 就是所罗门针言的第二个腐轮 而这个结构就是在下面 包括ABCBA 这个就是所罗门针言的结构 包括有自卫人知而后行 知道又准备 事情就好办 C就是我怎样去待人 跟着再下去B也是说 知道不改变 事情办不好 最后A就是懒惰人知而不幸 好了 所以这个智慧人的针言也都讲到 审判的时候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 你是义人的 那这个人呢 万民必就座 列邦必争户 集备恶人的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都必临到他 不可以无故做见证陷害轮舍 也都不可以用嘴欺骗人 不可以说人怎样待我 我也都要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掌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和石墙呢 也都是堵塔了 我看到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奋悔 再睡多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躺我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道蓄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好了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有这个结构 包括就是有前面的 因为这里就是前面的讲到 就是审判时候要有公义 而下一半就是讲到懒惰 必定是贫穷的 我们看到首先在上面这一段就是强调审判时候要有公义 第23节亂讲 看人情面 曲往正直是不好的 第24节就是说 将恶人当义人 要承受全天下人的咒座和增乎 第25节 定恶人有罪的 将会得到众人和神的喜悦 第26节 在法庭上的诚实和一般的诚实 都是能够得到益处的 第28节 不可以无故人 亦都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 第9 不可以全报复的心态来对待人 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在第27节就强调建造家庭需要做好预备 有功料 就是要有基本生活的技能 要办理整齐 就是在生活治理 家庭照顾上面都要负责任 这样才能够建立家室 所以信徒应该是亲手做正经事的 并且负责恩勤 学习管理自己的金钱 情绪 恩赐 侍奉等等 让我们谈慎度日 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和家庭当中 第30至34节 强调懒惰的严重性 包括田地的不照顾 损毁的不收报 爱睡觉 这样的人必然是贫穷缺乏 而且没办法可救 所以我们要趁着今天 学习恩勤生活 恩勤侍奉 恩勤爱人 并且在32节 也要有高度的警觉 看看那些软弱的人 学习宝贵的生命功课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注解 第23至25节 公正不偏 道德的勇气 在这里说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 这个人万民必就座 列帮必争护 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审判时看人的外貌很不好的 对有罪的人说你无罪的 万族之民必就座 万国之民必怒骂 但责备他的必得喜悦 兴隆之祝福就必临到他们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审判的时候屈枉正直的 一定会被咒座 而新张公义的是会得到好报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26至27节 就是说到待人真诚 处事有罪 应对正直的 由于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供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女振中译本就是这样译的 应对之话恰当 由于人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你所作的 在田间为自己准备停档 然后取妻 建立家室 原文直也就是说 应对得宜的 由于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面 外头预备工作 在田间为自己准备齐存 然后才建立 建造你的房屋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回答诚实 这种说话方式就等于对人友好和友善 而预备供料 原文意思就是说 要预备工作或者有个预备的职业 接着就是说 应该有好的职业 有适当的生产才来成家 应用到今天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准备好自己的谋生技能 有一些要积蓄才来成家 接着第28至29节就是说 不可报复 不可以无故做见证陷害轮舍 也不可以用嘴来欺骗人 不可以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要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旅阵中 日本的经文中说 不可以无缘无故做见证陷害轮舍 也不可以用嘴诈骗人 不可以说 人怎样对我 我也要怎样待他 我要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原文直译就是 不可以无缘无故做见证陷害轮舍 你怎样可以用嘴来欺骗人 也不可以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要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这里所说 也不可以用嘴欺骗人 原文也可能是 无缘无故做见证陷害轮舍 这一句就是 用嘴来欺骗人 其实这一节的28至29节 和上面的23至26节 其实是相对的 意思就是说 在法庭上面 不可以做假见证 也不可以自私来报复 意思就是说 法庭上 虽然有很多危机 包括有人做假见证 有法官審判的时候 会看人的情面 但人还要透过法律的程序 来追求自己的正义 而不要自己去报复 而另外最后有一段就是30至34节 这一段就是讲到懒独的下场 我们一口气看 这里说 我经过懒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经济掌满了地皮 刺草盖满了田面 石墙也倒塌 我们看到就留心思想 我们看着就领了奋闊 再躺多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躺过片时 你的贫团就必如强盗出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你的贫困就好像难路的刺忽然来到 你的穷佛就好像武装的贼来到一样 愿文直役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走过无知人的葡萄园 看啊 他掌满了荆棘 刺草遮满地面 石墙也倒塌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受训练 再躺多一会儿 再打顿一会儿 双臂交叉抱拢住 躺我一会儿 你的贫困就好像强盗来到 你的缺乏就好像拿盾牌的人来临 例如说 智卫的导师从懒惰人不理会葡萄园的个案当中 说明有关于懒惰的教训 它做出了观察 解释和应用 聪明人从懒惰人身上也能学到东西 其实这几节就讲到要戒懒惰 三十一节所描写的为懒惰不做工的结果 三十三节就描写到懒惰人的状况 这里其中三十一节里面说 荆棘掌满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是倒塌的 其实刺草意思就是野草和杂草 刺草 荆棘击 巴勒仙坦地其实有很多大刺草的草 而这种草的繁殖力也极强 若不是常述去拔掉它 就很快就会遮盖整个耕地了 而值得注意的就是 七十四日本从属灵意义上来看的话 翻译这一节就是说 若不是每日迈向属灵的成熟 而变得懒惰的话 就会助长了罪恶的荆棘 甚至有可能侵害了自己领受的因练 好 这一节就先说到这里 下次回来 我们就会一起看《荆棘精毒》 好了 待会回来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